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老佛爷的话 奴才让各地选秀的时间有所交错 这样呢 不至于让您受累 让您受苦啊 几波回京呢 属乡的秀娘已经到了京城 那你去江南选秀 打算什么时候出发 奴才已经准备停荡这两天就走了 那好啊 中秋时分 那是预选的好季节 老佛爷 奴才有一事相求 说吧 是这样 奴才到江南古镇选秀 那里是孤纯元的家乡 奴才斗胆请老佛爷施恩 让孤纯元回家省亲 孤纯元进宫 有十年了吧 这已经十多年了 好吧 我准了 奴才谢太后隆恩 李公公 李公公 李公公找我来 有事啊 对 春元哪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嗯 我在老佛爷面前给你求了情 这次江南选秀 你顺道回家省亲呢 真的 哎呀 太好了 多谢李公公 谢是不用谢了 只要你记住 这些年 咱家对你的心血 和对你的调教 能够知恩感恩 咱家也就心满意足了 李公公恩德 春元铭记在心 铭记在心 要是真的记在心上 不要表面上说铭记在心 暗地里却和人勾勾搭搭 李公公 我 不要紧张 我这个人哪 别的不行 就是眼睛堵 真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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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元 我要回家省亲了 回家省亲 宫里怎么突然放你回家省亲了呢 宫里到家玩雪救娘 我升到回家 宫里到家玩雪救娘 是这样的 真为你高兴 我入宫都好几年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才能回家乡看一看 真羡慕你 我离家都十多年了 不知道我爹娘 我爷爷怎么样 我的家乡怎么样 真的是好想念他们 纯元 你要早点回来 不然我会寂寞的 真主子 回家以后 我给你带家乡的小吃 嗯 赵公公 你要带些什么 我什么都不要 离自己一路小心 我走还要好几天呢 你把换下来的衣服拿来 我给你洗洗 不要 我自己可以洗 还是我来洗吧 我看见 你衣服上有几处破洞 顺便帮你补补啊 谢谢你 对 你 并不和你 陪哥 他来了 谁来了 吵什么呀 素素啊 素素来了 为什么 当绣女来了 对啊 他也绣的一手好绣 我跟你说 还有一个原因 什么原因 因为我嘛 素素因为你进宫 哦 不一定吧 什么不一定啊 我去年当兵的时候 素素哭得是一塌糊涂的 临走的时候送了我这个 哇 我的都穿破了 你的还那么新啊 这是素素送给我的定情物 快走 陪我看看去 好好好 快快快 上去 上去 你自个儿不会翻啊 这么高啊 钱呢 我哪有钱呢 发了钱我就给你 欠我的 好好好 来 没有 素素 素素 钱彩 喂 喂 你叫中国干什么干吗 给人发现死定了 哎 有人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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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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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淳源 你还没走啊 马上就走了 这是你的衣服 谢谢你 淳源 谢什么呢 这些年你帮了我很多 我们都是同样的命 在宫里互相帮扶着 心里也暖一点 你赶紧走吧 要不就来不及了 淳源哪 刚刚切到老佛爷的意志 各地的秀娘进京 你一个催领不在不行啊 所以呢 让你回玉秀方赵馆 你就 不能回家探亲了 不 是啊 老佛爷的意志 我也没办法呀 李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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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掉 嗯 爹 老佛爷 爹 看一下 你怎么变成这样呢 丁茂祥 你祖上也算是殷氏人家了 传到你这儿 还有百事来吗 还有百事来吗 你可不可以把一个诺大的家败得光光的呀 爹 我也是赌博被人骗的呀 赌博被人骗了 我真是瞎了眼 把女儿嫁给你这个败家子呀 把女儿嫁给你这个败家子呀 爹 至此您就不要再说了 好了 现在爹让你们回来 咱们一家人又团聚了 有饭吃饭 有粥喝粥 哥 家里有什么红 您就交给我做吧 再说吧 韩香啊 我让你回家是有打算的 朝廷又要选秀女了 以我们姑家的地位和身份 应该由女进宫 以前有纯元进宫 如今只有萧萧一个女孩子了 我想让她参加选秀 好啊 爹 您安排吧 哪 哪 那个就是你的绣座 嗯 她叫蓝欣 蓝欣哪 这是传名的表妹叫萧萧 萧萧您好 你好蓝欣 你 萧萧 这是你外公特意为你挑选的绣稿 叫柳塘狐毒图 你要认真的绣啊 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尽管来问舅舅 哎 知道了舅舅 萧萧东西就在那儿 你想要什么自己拿 嗯 你以前绣过吗 绣过 嗯 可是这几年 我和我爹娘一直在外向 连绣针都没碰过 都已经忘了 没关系的 绣几次就捡起来了 嗯 那我先过去了 嗯 嗯 大少爷 我来看看你的绣 嗯 那请大少爷多指教 刺绣我可不敢指教 可是我知道一个好的绣工 配色精妙是达到气韵生怒的基石 而且我还知道 想要精确渗透配色精妙的内涵呢 必须要会一点 懂一点绘画 绘画 我从小到大挺喜欢绘画的 可是我没学过 我教你 嗯 好 好 这是上好的胡笔 送给你画画用 我们先从临摹开始 先看画 将整个的画 浏览于胸 然后握笔 绣望 绣感兮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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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Tube 好 好 愛 哈哈哈 小晓 怎么了 烂星啊 这个颜色怎么配啊 不是墨绿色的吗 为什么配上去感觉就不一样了呢 我给你看看啊 这样 你把这个深色的呢 一拨五十 然后跟这个灰白色的交在一起 用平真的针法绣 烂星 你真的很厉害 我以后啊 要向你好好学习学习 干嘛那么客气 我也是来学秀的 那 我们能做好朋友吗 当然可以了 刺绣时要眼观鼻 鼻观心 心观手 怎么可以窃窃私语 一心二用呢 晓晓晓 到书房来一下 好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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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宋婆 锐鹤图爹秀不了了 气息调不匀 眼睛看不清 这几天手又抖得更厉害了 拿了几十年的绣针 真的拿不动了 宋婆 爹老了 绣不了了 爹 想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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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秀业商会 召集贤能相聚 只为一件事 朝廷要到将来预选秀与进宫 官船马上就要到了 这时大大小小琐事 权杖诸位操劳 应该的 各尽所难 对 能者多劳 有孤老太爷领头 我们谨随其后 樊老爷想说几句啊 不错 这选秀娘 对我们江南古镇来说 是件大事 这关系到每一个秀坊 每一个家族的荣耀 以往都是由会长预选一批秀作 然后再乘送朝廷选官挑选 这可是大大的不公啊 你们说是不是啊 是啊 是有点不公啊 对啊 秀作之优劣本来就是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嘛 谁能够保证预选的 就一定是上品呢 是吧 王岐 这也不能排除 这预选者有进水楼台 先得月之嫌呢 樊老爷 你 宋普 让樊老爷说完嘛 哼 诸位 你们还记得十几年前 本镇只有一位秀女 被宫里选去当秀娘的 那可是孤家的孤淳源呢 是啊是啊 是啊 孤老爷的孙女啊 是啊是啊 就是有她被选秀 大家 妳 是 你说 无论 对 也 不 不 有 抵 这 就是 感谢观看 你喝碗莲子汤 一会儿你爹回来看你没喝 又该怪我了 不喝不喝 不要喝 我要出去 你爹可是特意关照了 让我无论如何不能让你出去 小妈 让我出去一会儿我马上回来 不是小妈不让你出去 我是怕你爹骂我 不要动 什么东西也不要动 绿珠绿珠 你看 这 快去吧去吧 你干什么 这话得我来问你啊 我的宝贝闺女平时总是呼风唤雨的 今儿个怎么像双打的茄子捏捏巴巴的 一针不绣还在这发呆呢 我不开心 为什么不开心呢 我 我绣不好我不开心 绣不好不开心 哎呀 好啊闺女 这证明你对绣有了更高的要求 来 告诉爹 哪儿绣得不好啊 这花瓣啊 这筋脉啊 都绣不好 哎呀 我的宝贝闺女啊 你绣得很好了 闺女 来来来 这样 爹给你把这里改改色 这儿再改改真 它马上就好的 我不要 我要自己想 自己想 好 好 自己想也好 闺女啊 皇宫的官船过两天就要到了 你这次可一定要给我用心啊 爹要你这次一鸣惊人啊 你要我一鸣惊人可以 但是你要让我出去散散心 这样我才会有新的想法啊 好 爹答应你 但是一定要早去早回 啊 哎 太太您来了 你快坐吧 对 你坐去绣吧 嗯 哎 坐下 哎 哎 哎 cka 哎 你这个针法是怎么回事啊 回太太 我觉得这儿用凭针又挑针 会太矮板了 所以我就凭着自己的想象 随意用针 我把这种针法叫乱针 这种针法 真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太太觉得这样绣好看吗 岂止是好看 简直难以想象 这种针法 是你自己悟出来的 我本来想来敲敲你的 真没想到 你给了我当头一棒 还让我丢足了面子 太太 绣得一定很好 是啊 以前姑秀方指老太爷 太太可是第一绣手 那 蓝星今后要向太太多请教了 对了 太太 我还想请教您呢 姑家的秀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姑秀除了以画为秀本 实际上在针法上和其他秀 大同小异 配色的原理也是一样的 不同的是 有人知道在什么时候 用什么样的针法 什么样的配色更传奇 这就需要悟性和灵性了 灵蓝星 在想什么呢 我在想太太的画 等朝廷选绣女的时候 绣女们会拿出自己的绣迹和绣衣 到那个时候 我会学到很多东西 萧萧不知道绣得怎么样了 萧萧现在已经不在绣方绣了 老天让她在自己房里绣 说这样能够尽心 萧萧这孩子心思挺重的 这次老太爷把选秀的希望 都寄托在他身上 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承受得了 太太 选秀真的这么重要吗 是啊 选秀可以改变一个女孩子的命运 一旦被选进了宫 朝廷会发一笔赏赢 对一个穷人家的孩子来说 这笔赏赢 可以让他的父母生活得好一些 对于家族来说 就是光宗耀祖的事了 能进宫真好 不好 为什么 进了宫 就像一粒沙 沉入海底 少则三五年 多则十几年 没了自由 看不见自己的亲人 就像你姐姐一样 我姐姐 就像传明的姐姐一样 让家人千长挂肚的 让我这个做母亲的 苦干了眼泪 太太 您不要难过 您看这样好不好 如果您想女儿的话 我陪您聊天呢 您把我当成您女儿吧 我陪您 你吹的是什么曲子 这么好听 广陵伞 一首很有名的曲子 听起来 有点像天上的新曲 你没听出点别的什么吗 你没听起来 反正其实我不喜欢吹笛子 我只不过是通过吹笛子 发现我心中的痛苦 我不喜欢绣 我想出去读书 见大事面 以后做大事 可是爷爷和爹飞 让我传承孤家的绣 整天让我浸泡在 这绣的死水当中 那我跟你真的很不一样 不知道为什么 我一看那绣 就想紧紧的 把它攥在手里面 就好像 它是我上辈子 丢掉的东西一样 钱是注定的呗 什么 就是说 钱是你就和秀 有着肚子之缘 不早了 我要先回家了 我送你 不用了 我自己走 那我下次再给你吹笛子听 我先走了 大少爷 小心点啊 你怎么会在这儿 你是不是把我忘了 没有啊 我一直拿你当朋友的 那你为我吹一只广陵伞好吗 我刚才吹过了 不想吹了 你就宁愿为一个乡下野丫头吹笛 也不愿为我吹一曲 你怎么老说你也是乡下野丫头啊 你上次推她我还没怪你呢 你说话尊重点好不好 你 你就那么在乎她 她是我朋友 你是不是喜欢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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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理你了 再也不理你了 我就是不给你吹 气死你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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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怎么了 娘您怎么了 蓝星啊 你回来了 我回来了 娘刚一出门 突然眼睛一黑 你 差点衰到 有点恶心 浑身发冷 娘知道是病了 就躺床上了 您等着 我去给您请郎中啊 来 这个怎么卖的啊 是这个吗 嗯 很漂亮啊 只要一点手工钱就好了 好吧 我要了 谢谢啊 不客气 好啊 那个叫蓝星的怎么没来啊 嗯 不知道 你怎么来了 你们家那个叫蓝星的绣宫在不在 你问她干什么 我问自有我的道理 她 不在 想知道她在哪儿吗 我带你去 哎 去哪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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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蓝星 爸少爷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真的在哪儿绣宫啊 你应该知道骨绣坊的规矩 凡是在骨绣坊做事情的绣工 是不能私自出卖绣品的 你误会了大少爷 这些不是骨绣坊的绣品 是我以前在家的时候我自己绣的 谁知道你是过去绣的还是现在绣的 你为什么这么做 还不是先偷孤家的绣衣 然后再以此牟利赚钱 你怎么可能都是骨绣坊的 我从来就没有拿过骨绣一样东西 我从来就没有拿过骨绣一样东西 这些都是我以前 在家的时候自己修的 我也不想拿他们出来卖 因为我娘生病了 我没有办法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我也没有办法 来 兰心 对不起啊 我错怪你了 这些钱你拿着 给你娘抓点药去 来 就当是我把你的绣笔买下了 来 谢谢大少爷 不用谢 快去吧 谢谢你 等一下 还是 呢 嘴 很厉害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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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来都没有把你当成过朋友 我是爱你的 爱你的 你知道吗 你愿意做我的女儿吗 太太 我只是一个绣工 我 我不配 不 你是我女儿 这代秀之事要是传出去 可是欺君之罪